台北市新疫區夜店殺警案 被活活打死的員警薛真國在昨天出病 內政部長陳薇仁 警政署長王卓軍 也到立法院去進行專案報告 而目前已經確認薛真國他是因公死亡 並不是去喬事情 台北市新疫區夜店殺警案 被毆打致死的員警薛真國一號出病 這一天 內政部長陳薇仁 警政署長王卓軍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進行專案報告 王卓軍表示 已經確認薛真國是因公死亡 不是去喬事情 而這起夜店殺警案包含主動投案在內 警方目前一共逮捕43名嫌犯 目前有14名嫌犯被羈押 內政部已經展開全國三階段掃黑 至於國民黨立委吳玉生提案把辣椒噴霧納入警械配備 警政署表示夜店殺警案後有開始研究 要不要納入 但內政部長陳薇仁表示目前暫時不考慮 不過對臺北市警察局的懲處 曾經指導偵查隊長警政署不滿和諧過清 已經要求重新擬定新的懲處名單及內容 臺北市警局表示將檢討名單過後再承報 記者林溪朋友組臺北報導